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需要击败詹姆斯与杜兰特 詹姆斯是未免冠军 杜兰特季后赛 面对小卡持二胜八负 小卡连续击败 这两个巨星就有可能成为GOD 这就更扯淡了 一个赛季击败他们夺冠 就是GAOT了 第三种 累积更多的数据与荣誉 说实话 这就更难了 莱昂纳德已经在联盟 打了9个赛季 一共才9620分 就算他打20个赛季 也就2万多分 试问怎么积累数据 荣誉也很恼火了 他29岁了 一直奉行被靠背不出战 所以一阵 一防 GPOY都难 MVP就更难了 第二种 在快船赢得三个或更多总冠军 那他就是至少5个总冠军 5个总冠军的小卡可以成为GOD吗 魔术师现在进入了GOD讨论吗 第一种 赢得三个或以上FMVP 5个FMVP等于至少5个总冠军 这一点看起来还不错 五官赵五FMVP如果再有一个MVP应该就有期望了 但小卡 没有MVP的希望 因为他是 附和管理大师 其实啊 美美想得太简单了 科怀莱昂纳德 未来积累数据 荣誉都是一件 难上加难的事情了 他的黑点 太多要进入GOD的讨论 是奢求 光一点他就很难被认可 被靠背不出战坚定不移的 附和管理 他是NBA历史上 有史以来第一位连续两个赛季不出战 被靠背的巨星 而且下赛季 他会继续附和管理 他拿着顶星 却比很多顶星球员少打20场比赛 要知道他不是有无法登场的商品 那些赛季报销的球星 是由保险公司支付薪水的 但小卡的薪水 是由球队全额支付 这本身就不公平 除此之外 你们见过一个打了9个赛季 才9600分的GOT吗 他继续附和管理下去 积累得分更慢 所以啊 他成为GOT的概率比 布兰特低太多了 快船都有些球员 不满小卡的打法了 上赛季西部半决赛 抢期下半场13中4 大家不要忘记 妹妹就是来搞笑的吧 文言小白 安 她走了她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